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附近文明的强盗 他呢 实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也找到了禅师 他跪到禅师面前说 禅师啊 我的罪过太大了 很多年来我一直睡不好 吃不下饭 难以摆脱自己心魔的困扰 所以我想找您为我洗净我的心灵 这个禅师对他说 你找我可找错人了 我的罪孽比你还要深啊 这个强盗说 我做过很多的坏事 禅师说 我曾做过的坏事 肯定比你多 强盗又说 我杀过人啊 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鲜血 禅师回答说 我也杀过很多人 我不用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们的血 强盗说 我做的一些事情简直是没有人性啊 禅师说 我都不敢想以前我做过那么多的 没有人性的事情 强盗听禅师这么说 就有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了他 说 你既然是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还在这里自称为禅师啊 还在这里骗人呢 于是他讲完话 轻松的就走了 这时候在一旁的年轻人 就一直没说话 等到这个强盗走之后 他跟着禅师说 师父 我很了解你 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你一生当中从未杀身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说成一个 十恶不赦的坏人呢 难道你没有从这个人的眼睛里 看到他鄙视你 对你已经失去了信心吗 禅师说 对 他的确已经不信任我了 但是你难道没有从他的眼神里 看到他憎恶改善的感觉了吗 还有什么能够更让他 这个年轻人激动地说 师父 我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美德 远处传来了那个强盗欢乐的叫声 我以后再也不做坏人了 声音响彻山谷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禅师他不惜丑化自己来感化强盗 一颗慈悲的心令人静伏 其实人的心都是很善良的 哪怕是在十恶不赦的人 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所以我们不管对谁 都要用慈悲和善良 不管你的孩子多么的难 多么的苦 多么的不听话 你一定要去感化他 在台长救度的这么多众生当中 有的孩子在海外 妈妈爸爸难以其口同性恋 有的是吸毒 什么都有 台长就跟他们讲 这是是不是你的孩子 他说是 你要不要救他 要好好地救他吧 因为你只要把他救好了 你就胜造七级佛陀了 自卑容颜莲花上微笑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是你最疼爱的孩子 让我像你一样吧 坚强守护每一颗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